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好 生孩子早就已经是我国的一个热度非常高的话题了 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在谈到生育问题的时候 都表示自己生不起 不敢生也不想生 其实这些也是对于当前我国生育的大环境 和人们生育观念改变的真实体现 要知道现在的年代 想把一个孩子养大成人 背后是要付出非常大的精力的 生育养育孩子的开销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更重要的是 很多家长都会因为养育孩子操碎了心 不仅如此 现在的思想越来越开放 我国的女性的独立意识也越来越强烈了 大多数女性不再像封建时期一样 愿意单纯的因为自己传送接代而生孩子 现代女性她们更愿意追求自我 所以在生育上的意愿相对弱一些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 也就导致了近年来我国出生率持续下滑 数据显示 2020年我国登记的新生儿数量是103万 这个数字比2019年减少了400多万 是再一次创下了建国以来的新生儿数量新低 专家表示 我国的人口警报已经拉响了 其实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2016年我国便已经全面放开了二台政策了 而就在今年也放开了三台政策 只不过效果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现在在催生无果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真正的把生育率提上去呢 对此一问有专家提出了建议 表示应该开放四台政策 希望可以从整个国家的层面 让出更大的生育自主权 按照以往的数据来看 在1949年至1979年的31年之内 我国已经实现了4.3亿的净人口增长 1982年我国突破了10亿人口大关 也因此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人口突破10亿的国家 但是虽然我国的人口快速增长了 这也给我国创造了极大的人口红利 可是人口数量庞大 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 就比如在人口增长过程中 我国就面临了严峻的资源供给承载和贫困加剧 经济发展延缓等一系列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国从1980年开始就开始研究应对之策了 1982年我国将计划生育政策定为基本国策 并且把它写入了宪法 在那之后经过了计划生育 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局面就被有效地控制住了 数据显示 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40年时间内 我国的总人口数量实现了只增长4亿 从1998年开始 我国每年的人口增加数量都没有超过2000万 不仅如此 还每年都在呈现下滑的发展态势 众所周知 从改革开放以来 因为显著的人口红利和对外开放的贸易政策 我国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 我国的综合国力也在逐渐增强 慢慢的 我国从低收入国家 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了 现在我国还有望走出中等收入 发展为高收入国家 随着国家越来越强大 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地提升 新的问题也来了 目前我国的人口增长趋势非常乏力 有专家做出预测 可能今后5到10年之内 我国可能正式步入人口负增长的情况 其实人口负增长的影响也非常严重 因为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我国老龄化现象很可能会进一步严重 从而会引发劳动力短缺和社会生产力下降等问题 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 我国在2015年10月份宣布实施二胎政策 可是结果不尽人意 在全面实施二胎的政策以后 我国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 却仍然呈现逐年下滑之势 数据显示 2019年 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只有10.48% 2020年年底 民政部负责人表示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 目前我国适临人口的生育意愿很低 现在我国的总和生育率甚至已经跌破了警戒线 不仅如此 有专业机构提出表示 在现在的阶段 我国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的社会 预计在2050年的时候 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 会占据总人口中的比例约为30% 60岁以上的人口 则将近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大家都清楚 现在我国正处于巨大的负增长人口压力之下 我国的人口警报已经拉响了 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有专家提出了解决方法 那就是放开三胎和四胎的政策 很多人都好奇 二胎政策放开了以后 并没有像专家预测的一样 那么二胎效果这么差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才可以提高生育率呢 对于放开三胎的建议 有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建议没有太大的作用 毕竟现在人们连二胎都不愿意生 那就更别提生三胎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现如今大家带娃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因此也加重了大家在生活上的压力 并且照顾一个孩子费时又费力 对于这些越来越年轻的家长来说 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 即使我国也有部分地区 即使早就放开了三胎政策了 可是效果并不是很乐观 那么现在的三胎政策都没有好的效果的话 有人想到如果全面放开的话 会不会起一定的效果呢 目前国家专业机构已经提出建议表示 让政策导向回归到生育自主 很多人都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即使就是将生育全面放开的意思 那么如果真的实施全面放开的政策的话 相信生育率一定会出现增长趋势的 对于这个想法 还是有很多人的态度都不是很乐观 可是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人口专家提出了 在全面放开以后 有经济条件的人可以选择多生的 那么对于没有条件的人也可以选择少生 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刺激人口数量的增加 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 在政策上我国其实已经有所松动了 已经不再像前几年一样了 在十四五会议报告上 已经看不见计划生育的字眼了 特别是这次还将优化生育提了出来 这就说明在十四五年间 我国将很有可能实施新的生育政策 可是如果想要把低生育率的局面扭转过来 绝对不可以单单只通过生育政策的调整来实现 相比这些 我们应该去了解一下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育了 应该把更多的关注点 放在对年轻人减轻负担的问题上 那么说到年轻人的负担 就以住房和教育最为重要了 要知道年轻人之所以不敢生 不想生 有很多原因 其中之一就是房价是否稳定 是否经济补贴 可是现在房价却是高的离谱 这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 确实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奋斗了十多年 只为了一套房子 那么只要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 那么年轻人就一天不愿意去生二胎 甚至是三胎 在以前的年代 小孩们上幼儿园和上小学 基本花不了多少钱 唯一用钱多的地方 也就是大学的学费了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的年代 只要小孩开始上幼儿园了 家长们都需要交各种的费用 折合起来跟大学差不多了 甚至有的比大学费用还高 那么如果要供一个孩子上学 我们就需要支付非常高的成本 而我国儿童教育机构的数量 又比较少 所以这就导致了我国的孩子们 上学又难又贵 给家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因此专家表示 我国应该考虑进行更多 托儿所等儿童教育机构的建设 另外一点 就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女性的就业权益 保障问题 要知道 如果选择生二胎或者三胎 那么也就基本意味着 女性将会永远地离开职场 在家里相夫教子 成为一个家庭主妇 可是 现在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高 女性的独立意识也越来越强烈了 其实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 放弃自己的工作 这一点让她们接受起来 都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才会出现 现在很多女性都拒绝生二胎和三胎的情况 那么 如果女性的职场权益不够完善的话 就算是完全放开了生育政策 可能效果也并不会很明显 现在看来 无论实施什么样的政策 如果要想让年轻人主观愿意生育 那么 就必须将她们的生育负担 适当地减轻 必须完善女性的职场权益 这样年轻人们才会赶生 才能彻底地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 让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走向正轨 种种迹象上也说明了 如果我们想要让新的政策 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那么首先 我们要做的 就是打破现如今的局限性和常规性 只有这样 在我们面对突破的时候 才能够从容不迫地处理问题 才能够让我们的社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人口问题能够顺利地解决 看完本期视频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